Woo 各位在座的美髮夥伴們 喜歡我們今天為各位做的特別安排嗎 再來給我們今天12個展演單位一個最熱烈的掌聲 其實剛剛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捨不得繼續躲在台後 我就跑到空台去看 一兩度覺得說 那個感覺通通湧上來了 我想非常開心也非常幸運的 在肯邦三十的今天的晚上 那各位跟我們一起見證了一個不一樣的歷史 我相信剛剛在各位的這個兩代法藝秀的過程中 應該很清楚看到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在同一個家族裡面 然後兩代傳承這個這麼棒的一個產業 誰說沒法只能是工作不能夠失業 誰說親人不能夠在一起美容院裡面工作 在肯邦的系統裡面 我相信這個東西就像剛剛包子哥擠出去的那顆球 一模一樣相信就會看見 那我想當然肯邦三十 除了我個人非常的榮幸能夠成為肯邦人 然後在我喜歡的工作裡面 做一些我覺得我能夠做的一些服務跟貢獻之外 其實在台灣的美法產業裡面 還有很多很多非常優秀的美法的前輩 那在今天這個特別的機會裡面 我們想要代表全台灣的美法人 來頒發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獎項 就是貢獻成就獎 我們在今天會預先頒發的第一個 終身成就貢獻獎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非常非常特別的獎項 代表在這所有的美法人 頒發給美法沙龍網的創辦人 薛乾賢先生 我們掌聲鼓勵 我們先歡迎我們的薛大哥 一起跟我們到台 來 我們請薛大哥到台上了 我想薛大哥所創辦的美法沙龍網 應該是在座每一個美法人都知道 這個幾乎是完全不需要任何的什麼 服務費用任何條件 就能夠進去擷取資訊的一個服務的網站 那事實上呢 美法沙龍網在去年也正式成立了20年 曾經是跟總理一樣 以這個法品服務銷售為主的薛先生 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裡面 他有個顧客的美法人問他說 那還有沒有什麼 可以幫助自己成長的動能或機會 所以呢 就啟發了他希望能夠成立一個平台 來能夠讓需要這樣的資訊的人 都能夠在平台上得到這樣的一個機會 或者是資訊 所以呢 這是今天 我們希望藉由這個場合 能夠特別把代表美法產業 然後頒發給薛大哥 薛先生的一個終身成就獎 那我想我們要特別請 肯幫公司的執行長 來為我們頒發給薛大哥這個獎項 讓我們掌聲 是 我想我們是不是請我們的工作夥伴 幫我們準備一支麥克風 我們也讓我們的薛琴 薛大哥講講話 謝謝各位 我從事這個行業超過30年了 那參加過的髮型秀應該超過500多場 那每次參加肯幫的髮型秀 真的滿有一個感動 就是看到現場的設計師跟設計師之間 好像是嘉年一樣 這個是我在其他品牌的髮型秀很少看到的 因為肯幫的不管任何活動 大家好像 就一年還是一次兩次見面的時候 大家彼此會擁抱 那不會像一般的 像一般的髮型秀其他品牌商 大家是 每一家每一家 好像都是滿 有時候是 滿冷淡冷漠的 但是在肯幫就是不一樣 那今天很高興 就朱先生跟傑克先生 幫我這個獎項 謝謝各位 謝謝 我們謝謝 朱大哥 在過往的20年 為我們台灣的煤法產業 做了這麼偉大的一個貢獻 一個服務的工作 服務的職業 能夠經營20年 真的非常值得令 在座的每個人 大家學習跟 兄弟我敬佩 那 今天我們剛剛 為各位 也代表各位 頒發了一個 成立在台灣 20年的一個 服務的煤法產業 那肯幫公司 今年正式成立 30年嘛 對不對 好 接著下來呢 我想 要代表所有的 美法人跟肯幫公司 頒發的第二個 終身成就貢獻獎 請我們的 就是頒發給 小林法郎的創辦人 房志玲 房董事長 我們邀請房董 我想 我 簡單說 因為 董事長 可能這個 我需要幫他稍微支持一下 那 小林法郎 在1978年 正式更名為小林法郎 那事實上 在1972年的時候 就成立了政法美容院 那以這個房董自己的小名 然後來 這個 轉型 變成為小林法郎 就是希望說 以自己的名字 代表是一種信譽的 一個這種價值 然後來服務 美法產業 並且房董事 台灣第一個 到英國沙軒學院去 把國外精益的法藝 把他帶回來台灣的第一人 當然最重要的是 他在今年2018年 正式成立了40年 我相信 這40年 除了目前在全台灣 服務的消費者 數以億計之外 目前在全台灣 有六個事業部 220家沙龍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我相信是因為 他作業了非常非常多 在座所有的美法精英們 然後改變了 許多台灣的美法產業 所以呢 我們要代表 所有的美法人 在今天特別頒發這個獎項 給房董 我們來請 可幫公司的創辦人 朱萍朱先 來代表我們 頒發這個獎項 我們請朱先生 我們請朱萍朱先 各位拿起你的手機 這個絕對是歷史性的畫面 它不只改變了今天晚上 我相信也改變了 台灣美法產業的 非常重要歷史 來 我們給 房董 一點點時間講講話 等一下 美法家的同學們 大家好 我做這個行業 一共六十年了 我在六十年以前 十三歲的時候 踏在這個行業 我就相信 這個行業很讓我有發展 我們在座的各位 因為這個行業 而生活得很好 對不對 有沒有人生活得不好 來告訴我 不會 我們這個行業 在世界上比賽 也拿過名次 不過是 機輪比賽 或者智慧比賽 都有 我希望 我們這個行業的人 沒有事都到國外走走 都參加比賽 參加學習 同時 讓我們這個行業 更發揚光大 最後 敬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董事長 謝謝董事長 我們先 帶董事長下來休息一下 來 我們請我們的攝影朋友 幫我們拍張照片 謝謝 哇 二十年有了 三十年到了 四十年也超過 我想美髮真是一個很棒的一個事業 也不只是工作 那在今天晚上的最後呢 我想要再次借著各位的手 然後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 然後再次邀請我們今天晚上 共同為我們展現 傳承與革新兩代髮衣秀的 所有展演單位出場 讓我們首先歡迎小林髮郎 我們請安邦站著留在台上 雅思色彩造型沙龍 由我們剛才看見 一開始 一開始 雅思色彩造型沙龍 我們就好 一開始 一開始 兩開始 第一開始 蔡明松跟蔡上鴻 我們請二位先留在台上 我們請二位先留在台上 一開始 一開始 兩開始 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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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瑪造型沙龍 我們請蔡海斌 蔡博格留在我們的獎牌上 繼續歡迎阿嘎北 陳潔髮型美學 陳潔 陳彥霖 千歷金智髮炎 鍾美玉謝秀文 DMH 德南四八星 王文德 王興利 哇 隊伍好長喔 I.S.生活美學沙龍 黃美芳 廖英傑 西北 黑歐沙龍 張震翰 張智陽 戴門 髮妝造型 陳明孔 陳詠麟 冠義美髮沙龍 莊敏珍 秦嘉宇 俱將髮型 林慧美 林佳瑩 我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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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 我學會 你喜歡 我學會 你喜歡 我學會 洪詩琦 洪詩琦請留步 讓我們再次掌聲 謝謝這次參與隊 我們也再次邀請房董 跟薛前嫻薛大哥一起上台 謝謝在座的兩代 這麼值得紀錄的片刻 我們要請我們的攝影團隊 幫我們留下這個歷史性的畫面 那請各位的兩代們 大家照好你的位置 然後我們一起來拍一張 最棒 最珍貴 最值得永遠回憶的畫面 好的 如果有打算安排送花的 來 請各位先帶著你的花 來到台前來 好 請我們的攝影夥伴們 趕快幫我們截取一個 最棒最棒的畫面 來 請大家看官方攝影組 來 請大家看官方攝影組 這個是官方攝影組 來 請大家看官方攝影組 官方攝影組先來 請大家看官方攝影組 來 請大家看官方攝影組 來 請大家看官方攝影組 給大家看官方攝影組 各位請大家看官方攝影組 請大家看官方攝影組 有位請劉